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盲人的那个名字就是他的敏感 数学 咱们摸只能是一摸六个眼 此次不存心首都饰演盲人推拿师 这对他而言可是个全新的体验 那也是我们这个剧组第一天的一个集体活动 还有一些演员还没有来 但是我们安排了一个四五天的一个接触生活 大家伙的那个要从自己的那个 自己各自的生活中间要进入到这个剧组的状态 今天刚刚开始 康宝当时怎么想你来找葡老师来演 我觉得葡老师合适嘛 他比较有盲态 康宝在选演员方面 一向有独到的眼光 这次他一眼相中不尊心 促成了两人的首度合作 同样喜欢挑战的两人 可谓是一拍即合 此外推拿还吸引了李晶晶 张国强 刘薇薇等诸多演员的加盟 而在众多演员中 我们似乎发现只有张国强是康家班中的人马 他曾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 士兵突击中有精彩演出 而对于这次康家班中的大部分演员 与推拿无援 康宝雷给出了他的解释 很多演员加入这个戏 你之前的那些很好的合作丹呢 对啊 他的团的人 不要他们了 重新开始 让他们都离得远一点 干他们自己伟大的事业 我们在另起炉灶 其实我拍戏这么多年了 只要你合适 我根本不是说你是大排明星 他是默默无闻 只要你合适 谈及推拿女主角的人选时 康宝雷表示已选定好友李晶晶 但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一致 李晶晶能否出演还未确定 晶晶老师好像也在这戏里面有角色 现在还在我们 我是立主希望他来 我立主希望他来 所以我们在努力在做工作 有什么困难吗 因为他现在 晶晶老师现在戏也多 找的他人也多 但是您请肯定一定得来 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谢谢